黄斑水肿是怎么回事 流禁西安市第四医院 健科副主任医师 黄斑水肿这个词 实际上我们一般说的有点太笼统了 通常我们所见到的黄斑水肿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黄斑囊样水肿 它的原因有很多 各种疾病都有可能引起黄斑囊样水肿 比方说炎症 葡萄膜炎啊 这个色素膜炎 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黄斑囊样的水肿 以及瘦膜的血管疾病 比方说糖尿病瘦膜病变 静脉阻塞 这些也可能会引起黄斑囊样的水肿 以及玻璃体的迁拉 长期的迁拉 或者是黄斑前膜 这些都可能会引起黄斑水肿 专家提示 黄斑水肿就是黄斑囊样水肿 原因众多 如炎症葡萄膜盐色素膜盐 视网膜的血管疾病 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静脉阻塞 都可能会引起黄斑囊样的水肿 玻璃体的长期鲜拉 或者是黄斑前膜 都可能会引起黄斑水肿 那么不怕油肿 还能阻塞